字幕录音 false cu.o.p.il 如何防止这个NFT的问题呢? 无论多大的公司也好, 是否继续有着风险呢? 我再说一次, 台湾世界的世界是没有新闻的 你的身份指是一个问题, 你是一个人潜伴, 基本知是谁。 如果你收到手机, 有短信给你 你email收到你的网络问题 全部都是scan的 为什么呢? 这个刚刚的过程 我会跟你说过 网络有没有叫你电话号码 没有 有没有叫你email address 没有 那就是如果你在email 在手机 在你的电脑 收到任何这些信息 说你的网络有问题 一定是scan 一定是骗你钱的 因为他无可能不知道 你用任何网络 所以任何这些都是假的 那去看回来 如果是一个商户来说 其实你想买NMP 有什么东西要很高级呢? 你现在公司要做出一个NMP 目的是什么? 你想让人做什么? 如果纯粹我买了 我就不记得了 因为天上我书见 一千只一万只 就只有一只发达的 什么意思呢? 可能我买8万一千个 很多时候都只有十几个 二十个卖得出来 到头来就相价是先前的 现在NMP面临的就是 那些互动操作性问题都几多 具体的情况下 跨链转移和交易 你们有什么看法? 随便说 Token在不同的链上 有不同的所谓交易协议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 如果要知道安全的话 其实那个流动 链和链框的不一定是流动 反而是你要搞清楚 哪些是你可以信任过的交易 哪些不可以信任过交易 就不要随意去信一些 老话系的而是做不到的 甚至是 通常你要做一些 就要有所谓的 一些叫做smart function也好 在安全的话之下 和可信的话之后去做 因为大部分我见到 有问题的地方 就不是因为有花链而出现 反而一个人自己 相信了一些不应该信的东西 就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 NMP和Web3 就正在问这两个身份认证了 身份不用承诺认证 对不对? 不过授权的控制 就是权限控制 现在又有什么机制来的呢?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身份认证 那样东西可以完全证明到那个用户 如果你说他要确保你自己的身份 被人知道了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会申请多个 很可能会给钱 不然是会想转来转去 他会给钱去 隐藏自己也有的 那你说他怎样可想 看到那个人代表那个人的话 其实就真的没有什么烈性 可能他说可以很高度 可以承认 但是应该是卡的 给大家一个直通讯息 我想带出一个讯息 其实就是说 NMP就不是一个神仇卖的 很多时候NMP真的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你看到这个科技的发展上 很多时候的商户 个人都可以应用到这些东西 不需要想到这些东西很复杂 或者不是纯粹想到这些价值 那大家可以做得更多的东西 而大家想出来的想法 我也很相信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会帮你实现的 当然NMP这个市场 其实那些人都很着急去做这些事 他们都很愿意去调调这些东西 我也希望看到未来一两年 在香港或者在亚洲的地区 NMP的发展会有更加多的应用 更加多的实用性要出现 谢谢 首先多谢两位 多谢大家的参与 我先交关时间给Wing 多谢大家